HTC 最受矚目的是YS相機的部分 它可以從開機到拍照只需要0.7秒 為什麼是0.7秒呢? 一般人的反射動作是0.4秒或0.5秒 我們只要眨眼睛只要0.2秒 所以我們只要每眨一個眼睛 它有一個連開的功能 你看喔 它可以最高連拍到99張 那你聽到每一個機關槍的聲音就是在拍一張照片 那像還蠻多的 你看裡面都是 那假設好了 我可能要選這張為最佳畫面 暗示 那它就是它的最佳畫面 那其他的都是刪除掉的 那還有一個特別是 比如說可能我們在一般小朋友在跑來跑去 那或是我們在捕捉畫面很麻煩 那我們可以邊拍照邊錄影 為什麼呢? 我先直接錄影 現在已經開始錄影 那我覺得呢我想要拍這個 照片 一般可能我們要切換來切換去 可是現在不用 我只要直接拍照就好 那我直接按暫停 我回去看我剛剛的影片 你看我現在影片在播 那可是我覺得 欸我剛剛好像忘記拍照了 那我還可以再繼續拍照 它很特別 現在的話就是 它比較人性化 比較不會像以前可能我們還要切換來切換去 以前可能還要就是 以前數位相機不是有一個轉流嗎 我們要轉來轉去轉來去調來調去 可是現在就不用了 對 那這是我們最新的HTCC的相機的功能 那2.0的光圈 22mm的廣角鏡頭 對 所以它讓你去 但你卻把家裡數位相機丟掉了 沒有啦 沒有啦